他还对我拍照 两名黑衣男子走进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 伸手就要拔走对方的充电枪 转接头上面是有那个卡榫 他就研究看怎么拿下来 费了一番功夫将充电枪拔下来后 男子转头就把充电枪拉到隔壁的停车阁 替自己的车充电 但台中式的电动车目前在公有停车厂 仍旧是可以免费停车 只有在充电车阁当中需要收费 让车主控诉对方的行为已经涉及窃电 就是付费充电结果被拔枪 然后就变成我付费然后别人充电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合理 然后我打给都督方 然后他们就把我把停车费取消掉 如果今天是跟我收费的话 这就是一个窃盗的行为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南屯这处停车场 其他电动车主也表示 听闻过不少拔电动枪引发的纠纷 不是偶发的 可能就是政府的充电桩也比较少 因为变成说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停车厂 然后可能就是只有一支充电桩 变成说大家就轮流在排队 其实是有点恶劣的 因为变成说那是 主要是那是停在收费停车口上面 也是算小偷的一个行为 是充电桩上面可以直接像 用感应信用卡之类的 然后直接这样扣款 然后这样付费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警方也提醒随意拔取他人充电枪 有可能涉及违法 经我们警方主动介入了解 那充电桩设备有自动断电机制 或召他人拔除及停止扣款 本案应影响车主充电的权益 而且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切电未遂 也有车主表示自己充电时 都会留下电话 如果真的急需用电 还是得先取得对方车主同意 以免出发 才能看到最有利的台中播